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點燃怒火 河北報大規模抗議 當局下的發滅火信沒用 治不了洋人還治不了你 南京地鐵上熱搜 習市為表 中共為理 搞沒中共搞衰中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8月6號星期日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點燃怒火 河北報大規模抗議 當局下的發滅火信沒用 中共洩洪導致河北省霸州市被洪水淹沒 數以萬計民眾無家可歸 傾家蕩產 但中共央視報導 謊稱 洪水是暴雨所至 此說法點燃了民間怒火 8月5日 河北爆發大規模抗議 迫於輿論壓力 8月5日 中共霸州市委 霸州市政府發出至廣大鄉親們的一封信 稱自8月1日二十起 河北省決定啟用東電敘致洪區 我是東電敘致洪區所有群眾聽從指揮 積極響應 義無反顧搬出自己酒居的家園 此信也等於當局承認 霸州洪水是泄洪所至 但當地官方的滅火信 並不能澆吸民眾的怒火 8月5日 網民抗議的聲浪持續發酵 並紛紛發出洪水視頻和圖片 向中共當局表達抗議 網民牙包XL說 央視網歪曲事實 霸州捉州是泄洪造成那麼大水 多少村多少家就那麼沒了 一個個村里航拍 洪水大的只剩下房頂 說降雨所至 對得起沒了家的農民嗎 他們的付出呢 他們的家呢 他們是為啥轉移的 杜蘇瑞來的時候 這兩地降了多少雨 村里都沒咋存水吧 官方微博能如實報導嗎 歡樂鬥地主選手說 這次洪水不僅淹沒了萬畝良田 還損毀了數以萬計的房屋和企業財產 無數災民失去了家園 無家可歸 霸州下轄47個自然村落 這些村落都已經被淹沒 希望所有的媒體都用事實說話 別把河北霸州人民因泄洪所造成的財產損失說成是降雨所至 霸州承擔了很多 別讓霸州的百姓傷心 我是滑坡呀 說 霸州的洪水絕對不是下雨造成的 霸州周邊已經兩天沒有下雨 但是水位一直上升 究竟是為了什麼 你們自己去想 可以受委屈 但是不能無緣無故的擋槍 特殊時期發言 更需要有理論依據 那麼多的企業毀於一旦 那麼多人流離失所 你們怎麼能說是因為強降雨呢 必由念玄思琦說 央視網編造事實 欺瞞老百姓 消防員 我們霸州大半個村莊都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組織的志願者來抵擋洪水的衝擊 現有村莊已經被淹 怎麼好意思說出消防員解救老百姓 降雨導致 水甲雨能把一個村莊淹了 央視網請尊重事實 半個大壩州為泄洪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房租被毀 廠房被毀 幾十年的基業就這麼全炮了 我們都是自己村裡自發的志願者在救援 不是消防員 別扭曲事實 讓老百姓寒心 治不了洋人 還治不了你 南京地鐵上熱搜 7月10日 南京地鐵上發生了一幕 一個外國妹子拿著麵包在吃 兩名南京執法人員走了過去 勒令他把麵包收起來 然後執法人員走到下一個車廂 一個小哥拿著奶茶在喝 就被罰款了 於是乎 車廂內的網友憤怒了 拍下了這一幕上傳到了微博 當即成了熱搜 迫於名聲 南京地鐵不得不解釋 語言不通沒辦法 輿論的聲音越來越大 南京地鐵選擇不解釋 直接道歉說 感謝大家對我們的嚴格監督 然而 沒想到的是 竟然有網友不買賬 我想他可能是出於民族自尊心吧 一面錦旗送到了南京地鐵的手裡 十個大字赫赫在目 治不了洋人 還治不了你 並且 這名網友實在是凶悍 直接把錦旗掛在了地鐵口 不少網友都覺得解氣 紛紛圍觀 哈哈大笑 然後更多的網友表示擔心 妥妥要以循序姿勢的名頭把你給抓了 果不其然 隔了一天 宋錦旗的這位網友發聲 自己被抓了 已經關了五個小時 還要寫悔過書 看著他的字數 我只能一聲嘆息 奇了怪了 因為宋錦旗被關這種事 我還是頭一次聽說 這名網友是犯了什麼罪 違反了哪些規定 他再不計也是中國的公民 這不能否認吧 你們也是中國的公民 都作為公民 他跟你送錦旗 你不爽 你給他回送就是了 把人抓起來寫悔過書 是什麼意思 高人一等 第二天 南京地鐵繼續發聲 稱這是一個二手信息微觀的時代 然而當事人即刻追平 所言是時 然而你們大晚上的用家人威脅是冤枉你們了 其實這事情處理起來也不難 你謙虛一點接受一下這錦旗 做錯事的本來就是你們 難道不對嗎 緊急拿了 往辦公室一掛 拍個照 微博一下 自嘲一句 老百姓一看 錯了就認 挺好 事情可大可小就過去了 然而你們呢 做錯事了不認 還要欺負老百姓 這下好了 又火了 習氏為表 中共為理 搞沒中共 搞衰中國 中國今天的局面究竟是因為習近平還是中共自身? 作家顏純垢最近撰文說 中共與習近平是不可分割的 沒有中共豈有習近平 其次 以中共的官場文化 習近平如不是最大限度地體現中共的利益 是不可能升到最高位置的 最後 如非習氏統治得到中共認可 中共不可能放手讓習近平組繁 而且賦予他至高無上的權力 中共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就是中共 習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中共整體背書 習近平闖的禍 中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習近平的問題是他野心太大 本事太小 個人修養與見識太有限 因此 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界 美是誤判 誤判的結果是冒進 冒進的結果是碰壁 碰壁的結果是傷身 傷身的結果是前景堪憂 到最後他自己也知大事不妙 準備以戰爭來決生還是亡 習近平的開倒車不是他自作主張 而是中共歷屆掌權者的共識 只是習近平與他的前輩們對形勢的判斷不一樣 從鄧小平起到胡溫 都認為中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積累起足於美國拗手瓜的實力 還需要更多時間的陳前 掌握世界經濟的主導權 軍事實力也可凌駕西方 那時才重拳出擊 才有取勝的把握 習近平的操進顯然是得到中共內部的認可 否則他的對外擴張 對內倒退的國策 不可能在兩個任期之內高歌猛進 結果習近平不但試行他的倒行逆施 還試行改變中共黨內的政治文化 一步步將集體領導引向個人獨裁 中共本有一人獨裁的傳統 老毛夠獨裁 老鄧也一言九鼎 習近平經營個人小王朝只用十年時間 到如今 中共這個黨只稱為習近平個人的工具 一切都是命 中國的過去是命 現在也是命 將來更是命 中共走向末路是命 習近平搞沒中共國也是命 中國人要準備面對一個礦古未有之亂世 這也是命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最終中共妥協 霸州洩洪致災 卻說降雨 村民市政府抗議遭鎮壓 接著是綜合報導 烏軍全奸俄裝甲集群 俄羅斯強烈警告吉爾吉斯斯坦 民怒 央視造假 河北霸州是洩洪 不是暴雨 黑龍江省一村莊被洪水淹沒 吉林舒蘭副市長被衝走 再會